今年观光路有叫一条饭谷风情为主地 很苦来摄地我是饭谷农田风光 水上新叶普罗旺斯的收获 定定是白饭谷名为作为丁屋的主地 保抵让UK可以来去乡 专业到方位面中提案国外饭谷名为来面的世界 德远比荷兰村这边的皮坛 我们会放小船上面也有白满的鲜花 让大家去营造这个水上新叶这样子的一个风情 还有像普罗万斯的收获的部分 因为在这边我们也是希望营造乡村的风光 所以会有一些竹编的一些装置艺术 让大家可以拍照取景 另外在农田风光的这个主题的部分 因为我们荷兰村这边本来就有很多的草坪 所以说我们会结合牧草卷跟这些干草 让大家来拍照打卡 另外搭配到荷兰村的艺术 荷兰村来又正设到冰粉堵材的风车 和彩色散的布地 看到一直在转的风车 也让整个荷兰村都搬下来 必须到王阳志留标识 其父用心中得完毕 因此行一个乎合 过来精进的荷兰村 就是希望让市民不必出国 举荷兰村的风车 这里是我们台南很重要的一个落龙产区之一 那这里风情风貌都很像我们荷兰的一个地貌 那这里我们台南市政府啊 投资了一些建设包括风车 营造出一个欧洲荷兰的风情 他说依旧在完毕 荷兰村风车捷 29号开武之后 华党会延伸到12月8号 赶你也还有安排的 应该起车和杂耍丁丁的表现 几位出作企业和小龙的龙得散丁书 有这有算还可以买 欢迎向清宵酒来乞讨 我们等待新闻下面留言和参谱